同学们好,欢迎在此来的My Calculators Classroom 在这个影片中,我们会继续4.1 Infectious and Non-infectious Diseases 这个影片只有一个学习目标 那就是,我能够列出各种Infectious Diseases的症状 Symptoms Cholera,常见的症状就是Diarrhea,腹泻,以及Vomiting,饱吐 股痛热症有许多症状 其中的症状包括关节疼痛,Joint Pain,发烧,Fever,头痛,Headache,还有Watery Eyes,眼睛流泪 流感 感染者除了会发烧,关节疼痛,头痛,还会有Rani and Staphy Nose,流鼻涕和鼻塞,以及冒冷汗,Cold Sweat 感染H1N1或者A型流感,通常会发烧,流鼻涕,咳嗽,还有头痛 Leptospirosis的症状包括了发烧,头痛,还有肌肉疼痛 感染了Malaria,通常会Shivering,发抖,发烧,还有流汗 如果感染了Ring Worm,皮肤会很痒,Itching,甚至会有红斑Rate Patches 感染了SARS的话,会发高烧,High Fever,头痛,肌肉疼痛,腹泻,以及呕吐 Tinea的症状包括皮肤很痒,有白斑,甚至皮肤会脱落,Peeling Skin 感染Tuberculosis的患者会持续咳嗽至少两个星期 然后咳嗽的时候胸腔会疼痛,没有食欲,Loss of Appetite 甚至是痰,Flam,里面有血 感染了Typhoid的话,会发烧,肠内出血,Intestinal Bleeding,还有身上有红斑 最后一种疾病,滋卡的症状,包括了发烧,身上有斑,关节疼痛,还有红眼症,Conjunctivitis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为止 如果同学们觉得我的影片对你的学习有帮助 请记得like和subscribe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